F1-2023季初五場Fly-Away比賽 隨著紅牛在邁亞密再次拿1-2終於完了 之後就會是歐洲賽區的三連戰 以往我們都會說F1的歐洲賽季才是真正的開始 但今年的話就真的未開始已經結束了 事關大家都了解到今年紅牛應該都很難不贏 現時他們以224分領先,第二的Aston Martin連一半都不夠 五場比賽加上一場Sprint全勝,只有一場不是1-2 上次有車隊有更強的戰績就已經是2019年5年1-2的平治 究竟紅牛原本的主要對手法拉里和平治發生了什麼事呢? 明明去年都沒有差那麼遠,今年完全招架不住 連Aston Martin也通過了他們 這次我們就簡單地看看五站以來四大車隊的勝負之道 在開之前不如也宣傳一下 FayTV主要講說有關賽車運動的新聞、趣聞、故事和相關資訊 上個星期出了一條講解為何巴庫站的F1比賽會這麼少Action的影片 如果大家也喜歡的話就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還有subscribe的channel也可以加入會員支持一下我 好事不宜前,我們馬上開始 在講平治和法拉里的問題之前 都要講一下紅牛今年的優勢在哪裡? 今年紅牛RB19最為人熟知的秘密武器就是所謂的Triple DLS Triple DLS當然就不是只有三個DLS開關 而是指當RB19在DLS開的時候會同時令第二層的美翼邊緣 以及擴散器Defuser的氣流擠了 令這兩個裝置都不會製造到下壓力 從而令到DRS的減左效能提升 令到紅牛開了DRS之後就有明顯的極速優勢 才可以令到他們在上一站巴庫明明減了100米DRS之後 都還可以輕鬆地在直路超越領先的綠克萊 我們在賣物站的排位數據就知道他們每條DRS的直路尾 紅牛都有幾公里的優勢 當然,只是直線優勢是不足以令到RB19這麼屈 RB19的厲害之處就是他基本上沒有太多弱點 快彎、慢彎、排位圈、正賽長距離 以至到輪胎號選都是No.1 大家的焦點放在RB19有什麼Aero Dynamic的秘密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Aero鬼才Adrian Newey根本就沒有把重點放在那裡 根據Newey的老友96年的世界冠軍Damon Hill希爾所說 原來Adrian Newey主力研發的是賽車的懸掛 的確,RB19的Suspension理念是最獨特的 前Suspension用Pull Rod,尾Suspension用Push Rod 不是說這樣就一定最好 但這樣再配合特別的Wishbone接口位和角度 令賽車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擺動 從而可以將賽車調得更加低 令到車底的Ventury Tunnel效果更加好 製造更加多的下壓力 同時又不會增加車身的阻力 令到RB19可以彎又快、直路又快 當然啦,這樣的配置都不是沒有弱點 根據The Race的報道 這樣其實是會令賽車前輪的轉向效果沒那麼好 亦都會比較難提升溫度 所以往往排位的時候優勢都不算很明顯 甚至在Buff站是輸過給綠客來 但在正賽就沒問題了 更加是有太好的優勢 所以在正賽才往往能夠贏十幾二十秒 另外在慢彎的賽道優勢都會少一些 所以摩納哥站就是有可能令到紅牛連星斷纜的賽道 不過除此之外 暫時可能都很難挑戰到紅牛 看就看Arrow研發時數的扣減 是真的會影響到他們的研發進度 令到各大車隊有機會在季中季尾收窄差距 法拉里在去年的前五站 一共拿過兩場冠軍 一共157分 今年他們就在頭五站之後拿到78分 剛剛好少了一半 在分數上是今年最退步的車隊 其實法拉里如果只是計算單圈的話 其實不算太差的 除了綠克萊是拿過鋪之外 其餘賽站正常的排位情況之下 都只是輸給紅牛0.2秒而已 理論上是賽場上第二的車隊 但為何他們不但追不到紅牛 更加在車隊榜排第四呢 重點就是他們的胎號問題 譬如在邁亞密閘 就算申思前面有幾快 他在後段都接連給艾朗素 以及羅素超越 毫無還手之力 他根本就不敢去push 因為怕不夠胎回不到你 綠克萊在麥露神後面這麼久 亦都是因為要養胎 不敢快 結果最後過到麥露神 過到加斯利 但守不到咸美頓 之前幾站比賽都是這樣 在之前的訪問當中 Carlos Sainz 新思透露過 這部SF23 是一部很難預測的賽車 很難找到完美的設定 而剛剛在邁亞密炒兩次車的綠克萊都說 這部車是很 inconsistent 一時會推頭 一時會脫尾 很容易被風影響 有理論至於今年SF23的問題 源自去年大會為了解決Proposing問題的TD39 由去年起已經影響了法拉里的表現 至今都仍然未能夠解決 令到賽車抓地力不夠 從而令到賽車的胎號有問題 其實法拉里在直路不是輸給紅牛很多 甚至在加速方面是更加好的 有傳他們會在Emola帶一個新的Floor來 如果能解決的話就有機會追回一點 不過他們都承認 可能現時法拉里的設計理念 是未必夠紅牛的理念有潛力 會不會完全改變設計方向呢 那就要看下去了 平次今年的表現就真的平平了 說他們快嗎 他們已經連續兩站有車手在Q2出局了 包括今場咸美頓竟然是排第13位起步 但真的好差嗎?又未算的 因為比賽速度是不錯的 後面追上來就沒有太大問題 但他們一定不會收貨 他們都可以算是這兩年最穩定的車隊 去年前五站有95分 今年有進步有96分 原本預計他們可以順著去年年底拿過1-2的勢 可以在今年返回增標組 結果他是停滯不前 Total Wolf 都不辦 說這部W14 不是一部好車 同時都承認一直以來追求的 0-side port的概念是錯的 這部W14 現時最大的問題 是車尾很不穩定 為了應對 於是就增加了美翼的角度 加大車尾的下壓力 就令到賽車在直路多了阻力 同時因為車尾的下壓力大了 就令到賽車慢慢的時候就不肯轉 不夠靈活 所以譬如在邁亞密那幾個最慢的彎 就輸了很多時間 不過由於下壓力夠 所以他們的態號就沒有太大問題 結果就在比賽又可以比巴拉里快一點 但這些都不要緊 因為在Emola 他們都會帶大升級來 side port 會改 floor 會改 前 suspension 都會改 是不是帶一部跟紅牛一樣的side port 就OK呢 當然不是啦 但對他們來說 至少是應該回到對的方向 在這段時間 他們的技術團隊都有大變動 工神James Ellison 自願鄧東姑回來做技術總監 取代Mike Elliott 親自督師 不過我都勸大家不要太過樂觀 覺得一改就可以挑戰紅牛 畢竟現在好像是輸了給別人兩年的進度 如果改到正確的方向 都要加把勁才可以追上去 現時最擔心的是 平致好像是未完全理解問題所在 如果不是正確方向的話 就真的又要砍掉重練 到時真的等到2026年才有機會追 這樣的話 鹹美頓都不知道會不會等你 最後都要說說今季的真正驚喜 Aston Martin 去年在5站之後 他只有6分 今年已經有102分 已經比過去兩年高分 更加是5站有4次上班獎台 歸前如果你敢猜的話 應該沒有人理會 但想不到艾朗蘇就是拿了4次的第三 這部AMR23 最大的優勢在於有足夠的下壓力 令到他們在彎道的表現很好 而且泰號表現都比法拉里甚至是平治好的 才令艾朗蘇就算排位沒那麼好 都可以近乎長長第三 很多人都會說這部Aston Martin是綠牛 因為他們有前紅牛的Dan Faros設計賽車 但這樣說是有點不公平的 至少比起當年的粉瓶 綠牛這個名字就有點不貼切 除了Side Pod表面上有點相似 理念有點相近之外 其實很多位都不太相似 譬如Side Pod的坑 反而更加像法拉里 更重要的是我剛剛說過 RB19的Suspension才是重點 AMR的前後Suspension 都是跟紅牛相反 前面是Push Rod 後面是Pull Rod 因為他們要用平治的波霜 因此Dan Faros都不會用到紅牛的Suspension設定 所以Aston Martin是做不到紅牛在直路上的低阻力 相反AMR23更加是賽場上最高封鎖的賽車之一 直路速度慢就是他們最大的招門 所以上一場在Baku才會輸給綠克來 如果哪一場艾朗蘇最有機會贏的話 首先當然要數摩納哥 因為這個理論上是紅牛最差的賽道 另外他的主場西班牙站都可能有機 因為賽道有很多講求下壓力的中高速彎 當然Aston Martin也不是沒有隱憂的 最大的隱憂就是他們會不會有研發速度不夠的問題 畢竟他們在這方面的經驗比Big 3車隊少些 但有Dan Faros還有幾位從Big 3車隊來的技術人員 應該會幫到他們的 而且他們的Aero測試分配時間是前四隊最多的 所以絕對有能力追多一點的 另一個招門就是太子野Lance Rowe的表現 但都沒有太大解決辦法 因為他是永恆絕在的 所以只能夠適應 你看艾朗素適應得多好 還給自己的Break Balance 數據 看看這個和諧的團隊 有沒有機會在今年創造分站冠軍的奇蹟 今期講四大車隊的形勢就差不多了 其實上面講的很多都是從The Race Motorsport.com 或者是其他網站的文章看到的 我會將一些相關文章的連結放在Description box 大家有興趣就看看 最後問問大家 覺得哪一支車隊最有機會追到紅牛呢?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還有今季陪我講賽車回來 翌週二九點半會繼續有我和Sylvia 一起講賽車相關的項目 大家記住留意 最後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按鈴鈴唱先看 最緊要subscribe這個channel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就更加好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也可以加入會員 也可以用superfans的 多謝大家 我是阿飛 我們下條影片見 好再見 我們下條影片見 絕送功頂